开会 接下来请唐议员惠美咨询45分钟 议员请 大会主席 市长 我们各局处的主管 还有我们电视之前 还有我们的媒体 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晚安 大家早安 今天本期呢 要用45分钟的时间 来跟大家研究 我们高雄市政的一些问题 大家都知道 在520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就此演说当中里面 他提过一句就是说 要对原住民 释出很多的善意 这个新的政府呢 用道歉的态度 来面对原住民的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陈市长 他是一个人权市长 我相信很多的事情呢 很多的问题 我们会从高雄出发 让我们的百姓呢 对我们的市长 有这么多的期待 有这么多 这么多市长 对我们这么多的关爱之下呢 我相信我们高雄市呢 在市长的任内呢 会完成了很多很多 我们地方上的需求 我相信也会给我们的市长 留下很多很多的回忆 跟很多很多的展身 这是我们对市长 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期待 那接下来 我要把我要咨询的这些议题呢 跟我们的乡亲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首先呢 我是希望我们高雄市呢 新建一个我们高雄市原住民文化世界 那这个文化世界跟文化馆是一样的 那我们原住民族人呢 最喜欢集体活动 用实际的这个参与的方式呢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分享 做一个交流的切磋呢 叫教育呢 训练呢 来延续我们传承我们的文化的命脉 所以呢 在早期呢 我们每一个部落都会有一个聚会所 那现在每一个部落 至少都会有一个多功能活动中心 是整个部落里面的活动呢 还有文化艺术传承的地方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要结婚啊 比如说我们要去狩猎啦 比如说我们活动 部落有活动 部落有任何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集合 把任何的问题告诉所有的部落 让所有的部落知道了以后呢 形成了一股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时候呢 部落才会开始从部落开始出发 所以呢 我们部落呢 每一个地方呢 都会有一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那大家看到了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地区呢 每一个里都有一个部落的这个活动 多功能活动中心 大家看到了这个是我们茂林 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它这个里面呢 它的规格长大约在58米 宽 35米 这边所有大概所用的经费 所使用的经费 大概1200万元 大家看到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广场 这个所看到的前面呢 这个是我们的舞台 这个舞台呢 因为画面很暗 所以看不清楚 做得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的更衣室 比如说是新娘 或是要办活动的地方 他们要换衣服的地方 那这个旁边呢 是厕所 然后呢 延续这些下篮 是可以打排球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打篮球 或是 办活动 只要是我们 只要族群里面 有任何的活动 或是我们的学生 各个外面来的一些 团体呢 要办活动 大家几乎一定会用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多功能活动中心 所以呢 我们高雄市都会区呢 原住民呢 我们有两万多个人 他这么多 这么多的人呢 大家都渴望有属于 自己原住民的一个场所 也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呢 聚会 或是办理各项的活动的文化呢 都能够 让我们都会区的孩子呢 也能够享有参与 和学习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在我们都会区呢 就像你住了一个 这个场地 这个主题 你结构根本 跟我们原住民的自己的文化 结构是不同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所以呢 活动结束了以后呢 我们还要把所有 好不容易布置好的场景啊 拆除啊 把那个原来的 那个所布置的呢 要还原 形成很多很多的一个浪费 浪费资源 我觉得是胜贝河 所以呢 这个我们希望能够规划我们这样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呢 我想这个是我们所有刚刚我讲过的是我们所有都会区的乡亲呢 每一个人的期盼哦 有属于自己的场所 属于自己的地方 学习很多自己原住民的文化的一个场所 所以我想请教哦 呃我们原民会 还有我们客委会 两会主委呢 我这边有四个问题 希望你们把这个这个问题呢 能够呃 告诉我们所有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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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呃 让我们的主人知道哦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全镇原来的办公室的大楼 还有我们现在客家文化园区的占用 占用地呢 大概用了多少平方平方米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使用的情形到底目前是怎么样 那是不是可以办大型的活动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在一个月大概有多少个游客去参观 使用率高不高 是不是很受到大家的一个喜欢的场所 第一个 第四个呢 就是有没有设置三定街或是展售中心 这个四个问题当中里面呢 我想先请我们原住民的国众主委呢 把这个四个问题呢 能够回答 请主委 请股仲主委回答 好谢谢议长 谢谢唐议员 那我首先针对议员的问题做个回应 就是我们全镇办公大楼 呃 那个地方主要有分三个区块 一个是大楼本身 那第二个是呃 原住民主题公园 那第三个是原住民聚会所 那大楼本身大概 它是一个是 是地上四层楼 地下两层楼的建筑 那它主要的楼地板面积大概有四千多平方公尺 那原住民主题公园大概有一千五百平方公尺 那聚会所我们是用学校用地 那提供给我们租人士用 呃我们目前在大楼的部分 呃 地下二楼是停车场 地下一楼我们是规划为原住民部落工厂 那去年就是提供我们原住民的工艺僵士进驻 那我们因为要整体制作一个改善 因为我们今年要打造一个原住民故事馆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把地下一楼跟地上一楼 目前在做规划原住民故事馆 未来在今年我们希望在九月能够开馆 就是有我们的原住民业务文化等等产业 那地上三四楼呢 是有目前有我们的原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以及行政业研民会的原住民就业服务站 包括我们的日间关怀站 以及四楼是我们的部落大学在使用 那刚刚议员关心的使用的一个情形呢 扣除这些洽工包括日间关怀站 部落大学的使用 包括提供就业服务咨询等等使用以外 来针对去年一百零四年 针对我们部落工厂的 包括我们在原住民主体公园的原住民部落市集 应业市集等等 我们大概去年有两万六千多人的观光旅客 甚至来采买原住民产业的游客 平均大概一个月就是有两千两百多个人次 我们目前原来规划是有部落工厂 那我们现在要将部落工厂升级 所以我们今年要打造原住民故事馆 未来就是有原住民工艺的观光工厂 在地下一楼 那一楼呢 一楼跟二楼就是有原住民的业务 包括原住民的青石 原住民的精品工艺 另外就是在主题公园就是 每周六都会有原住民市集 包括我们原住民素人歌手的展演 所以大概回应议员的问题是这样 谢谢 好 请我们客委会的主委也能够答复 请谷主委答复 谢谢议长 谢谢唐议员 在高雄的客家文化园区 本身它就是在三明二号公园 那占地有五点八公顷 多少 五点八公顷 五点八公顷 是 那在这个园区里头 有几个建筑 一个是客家文物馆 演艺厅以及餐厅 那客家文物馆由客委会 以及客家基金会共同来经营 免费入馆参观 那在演艺厅跟餐厅的部分是委外出租 那两个出租一年大约的租金 大概是120万 那除了这个之外 在文物馆以及餐厅演艺厅 一年 去年统计的游客量大约是27万人次 平均大约一个月是两万两千人左右 那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在假日 礼拜六礼拜天 有微风市集跟假日市集 那展授中心也在三馆 就是餐厅的三馆 所以这是目前客家文化园区的状况 好 谢谢 那我们高雄市呢 刚刚我们两个组委都已经答复过 我们的这个原住民 跟这个客家的这个聚会的地方 那我们高雄市都会区呢 原住民里面住了有两万多个人 他们多么渴望拥有属于自己原住民 自己的场所 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的聚会呢 来办理各项文化的活动 让我们所有都会区的这些孩子们 也能够学习 都会去助用 等一下 大家看一看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在我们圆明会 圆明会 大家看到的这个是圆明会 目前刚刚我们圆明会的主委 大家刚刚听到了 他说每一个月的游客量是两万六千多个人 每一个月有两千多个人 那这个两万六千多个人 里面到底他只能摆一个说什么原住民的市集 他这个市周围呢 全部都是马路 全部围绕的都是马路 那全部都是马路之外呢 还有这个呢 他那个门口前面还有呢 都是被马路做区隔 无法做整体的运用 不但后面前面旁边都是马路 前面还隔了那么大的马路 还画红线也不能停车 好不容易有一个小小的舞台腹地 这个腹地呢也非常的小 装置艺术办理小型的活动呢 顶多呢 这个里面就是可以办一些 母艺比赛的啦 还有一些小小的一个活动 然后呢 这边只能容纳几个 只能一个协会在这里办活动 舞台又小腹地又小 整个办大型的活动 根本就没有办法 整个结构里面看起来很漂亮 可是呢 使用力不是很好 那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客家文化园区 这个客家文化园区呢 刚刚我们的主委他说 占地了有五公顷多 你看看这个 他这个文物馆里面 他这个是他的外面 门面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规划得非常的好 什么都有 有演艺厅 还有什么厅都有 这个是展授中心 这个是不是展授中心 主委这是展授中心 对不对 这是展授中心 后面还有很大的一个广场 很大的建筑物 接下来呢 这个前面呢 这个大门的文物馆 大门这个前面呢 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广场 这个整个里面的结构呢 发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地方 然后去跟我们园民会去做这样一个比较的时候呢 差距差那么多 我们原住民呢 刚刚大家都看到了 只有一个小小的地方 里面呢只能容纳几个人而已 里面只能容纳几个人 办活动的时候呢 根本就没有办法办活动 那你说呢 离哪里都远 办什么活动都不方便 我觉得呢 实在是很不符合我们原住民的需求 那以这个文化元气这样去做比较的话呢 差这么多 实在我是希望 像我们所看到的一般的文物馆呢 就是多半都是静态的呢 有展览啊 收场啊 教育的功能 就像我们那个 我们这个 呃 客家文物馆是一样的 可是呢 我们要的是让它成为一个整个16个族群 让我们的部落呢 整个的族群里面 那个地方是成为我们的核心呢 是一个一座多元的文化世界呢 有软体 有硬体呢 让我们的文化呢 空间里面呢 能够发展我们的观光产业呢 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呢 呃 能够也展现在里面呢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常常举办各项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呢 让我们都知道 我们原住民里面呢 呃 我们市长非常重视我们 呃 这样的住在都会去的原住民 给我们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给我们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让它成为我们原住民 呃 刚刚我说了 我们是希望规划这个 原原住民文化世界 就像一大一大世界一样啊 我们是希望文物馆 能够扩大为世界级的 让它变成是原住民世界文化 让我们所有十六个族群里面 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呃 传统啊 歌谣啊 在任何办活动的时候 还有每年的风年季 我们各项有任何的活动 呃 洗清的时候都能够 就像我们商里面的多功能的 活动中心一样 这样的使用率 这样这么高的话呢 它才能够让我们都会去的乡亲呢 呃 在所有的那个市集里面呢 推展任何的一些自己的呃 呃 各项自己的编制啦 各项自己的这个呃 产业里面到那边去推销的话呢 变成是一个世界级的地方呢 提供文化产生的一个平平台呢 增进我们的生活的品质 让我们的文化呢 推广到全世界呢 让他们都知道 哇 他们到高雄一日游的时候呢 可以到这个客家 也可以到我们原住民文化座委 这个市集的参观的话呢 我觉得这对我们未来呢 应该是呃 有更好的一个规划 我相信市长哦 我们所有的四个议员 每一个人呢 都是希望有能够呃 呃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原住民的文化世界 呃 呃 接下来我所要问的议题就是地基土如何化 什么时候化 这个问题呢 呃 在三年前我就一再的把这个议题呢 作为呃 跟我们那个地震局呢 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 茂林区的呢 呢 住民呢 早在日本呃 呃 呃化为界定的是什么时候化的 我们地震局的局长请回答 局长请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唐衍的关心哦 关于这个台湾的地基土啊 哦 它主要是依据这个成绩 1903年日据时期它所绘制的一个突击 那在民国三四年光复以后 这个国民政府来的时候还是继续的沿用 但是因为这个突击呢 事实上到后来就是因为有老化 有破损 所以在民国六十四年的时候 呃 把那个地基土重测的这些法律的条纹呢 纳到这个土地法里面 然后从隔年就六十五年呢 就开始办理这个重测的作业 那七十一年的时候 又把那个数值的一个测量的一个技术呢 引进到地基土的一个重测里面 那有一些这个原来三地保留地 现在也称为原住民保留地的这个 这些土地的这个突几呢 是光复之后 民国从民国四十八年的时候 一直往后 由这个当时的内政部的测量总队 现在叫国土策略中心 当时来测量废斥的 所以突几是这样来的 以上说明 好 接下来 我要问跟我们那个地政局的局长 我们原住民对土地呢 这些年非常非常的重视 也非常的严谨 一旦有人业界呢 就会发生这个战争呢 甚至于猎人头啊 这个田里的借庄啊 是没有人会随便去移动或是破坏的 那是一个对我们原住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禁忌 除非你受到了这个天灾的那个损坏或是地震时呢 土地的那个崩溢 土地 土石流的淹满或冲毁了以后呢 受到了这个损毁的时候呢 重新去 重新去立这个地界呢 可是呢 要经过双方的地主 你都在场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这个立界 那现在的那个境界呢 天灾问题没有发生 反倒是我们的科学仪器出了很多的问题 画出来的土你都是不对 面积你都是没有一个负荷的 甚至于尺分都不对 怎么说呢 在我们原住民呢 大家都知道原住民这块土地 本来就是我们是主人 可是你中华民国来到台湾了之后呢 这个重测人员的不对 原住民呢 当时大家都出去工作 轮共的时候呢 大家国语不是讲得很通 大家一起在那边 我们原住民就是习惯 轮共有五个人到六个人 明明这块土地是我的 可是大家一起工作的时候是六个人 然后那个地域从车的人员呢 来登记的时候 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 通通写出来的时候呢 这些土地你变成是六个人的尺分 我们茂林的整个土地 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一直到现在从民国五十九年呢 就总登记 总登记你看看讲说是总登记是在六十年 六十年 我知道是六十年到五十九年是做总登记 可是呢 他是随随便便就这样子通过了 没有按照大家的一个水的土地 没有按照一个真正属于自己个人的土地 没有带我们这些主人去实际去做测量 而随便的登记你到一直到现在呢 这个问题都一直是存在的 而现在呢大家都懂得法律的这个概念 我是希望呢地震几年 你们有责任做好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 等我们不在了以后 是换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 这个尺分永远是这样 这个土地也会变成永远是问题 而且呢一直到现在 本来是兄弟姐妹亲戚家人 大家都变成为了土地 大家都弄得很非常的不高兴 然后你上次呢 我们也我我已经讲了三年 也答应过我们三个里面 都要做这个土地的重测呢 可是呢大家都互相推托 本来是要从茂林 从去年从茂林 万山多纳 各三个村都要去做的地基重测 然后你们互相推 地震局跟我讲说是 我们把这个报告报到中央 报到中央被推下来 然后又跟我们圆明会去谈 圆明说没有这个经费 你们都互相推托嘛 没有人愿意看这个责任 经费不是很多 可是你们的责任 这是你们的工作 你们要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答案 你们要给我们一个责任 你们这是你们的责任 你们应该要做的 让我们给我们 对我们的小孩 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因为现在用那个 GPS呢 几乎完全是不符合 我们实际的土地 所以你看看大家都看到了 算边的地主 你堆垒的石头的界线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土地的 每一个自己的土地 因为山上很多石头 大家每个人都会垒 我的地从这边垒 这个是我的石头 那地方旁边的地 它也会垒它的石头 这就是我们算边 都是用自己的那个石头 你来去垒 作为这个界线 你看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也是一样 它就用大石头 作为界线 这就是它 就用石头 作为它的界装 让它很清楚 它的地是在哪里 接下来 这个地也是一样 这是人家就是用 对这个石头 作为为界 这个很清楚 没有可以骗人的 哪怕是歪来歪去 我也干预 那是我自己的地 那是祖先留给我 而现在画的时候 全部都是直线的 原来我的石头 原来我的那个种的那个芒果是在这边 可是现在用那个GPS画的时候 全部都是不合合我们的 过去我们所传统的自己的土地 完全是跟过去的 界线是不一样 用果树作为界装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原住民的地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认知我们的土地是在哪里 所以像上土是日去时代 双方地主堆垒的 而有原本的界线 有农民的产物可以作为界定 可是你以地主不符 这是谁的错 这是你们地政局的错 到现在没有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答案 你们不能为了作业方便 就将错误让百姓 我们就应该该挂承受 这个问题是永远是会存在的 而且是会越影越大 问题越来越大 因为你们从到现在 没有心要去做任何的这样的地区的 重划规划 然后你好不容易 已经三年的规划了 你们给我们拖拖拉拉 经费不是很多的原则之下 你们本来就应该变这样的经费 跟中央争取 变个一亿两亿的经费 你们在都会去年更多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知道很清楚自己的界线 到我们原住民的时候 就没有人理 从日本实在一直到现在 没有人理过 也没有人重新关心过 我们原住民的地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 你们没有关心过 这是你们地 那你们地证据是做什么的 原住民就是不必管嘛 原住民就让我们自身自灭 没有这个道理 这个是你们的责任 所以我希望你们地证据用心一下 既然你们都已经 在我们茂林 大家都已经答应过 要做这样的一个重测 三年的计划了 你们互相推脱 实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 你们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然后没有办法 做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时候 你实在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现在呢 有双边地主堆裂的石土为界为 界限是不准是 要看地基土才算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 你一定要看地基土都是不符的 所以你像这样的情形呢 境界要以堆石头 或是种植果树为准是最正确的 因为别人绝对不会同意在你的田里面 堆垒那个石头在你的家里面的田里 不可能你随便到人家的田里 去堆石头去种植这个果树 因为那是别人的图 你不可能随便去弄 要是有那个食物为证 原来的阶线清晰为凭 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处理 因为我们都还在 老人家都还在 为什么不去处理 这个问题非常危险的严重 所以我们地政局的局长 我刚刚跟你讲过了 你们明明答应我们冒领 分三个阶段 可是到现在你们互相推托 这个责任非常重大 所以你要负这个很大的责任 将来我们常常发生 大家吵来吵去 哪一天又发生人命的时候 你要负责吗 你要负这个很大的责任 不要给我占用太多的时间 这样子你回答 我们私底下再谈 接下来就是我们茂林卓国西 附案的这个附建工程 这个地段 整个是我们的腹地的核心 附近多次祝福应该优先办理 这个附建才对 不让八八附建工程 将近有一公里的工程 是做你偏偏这个小段 没有设计 反而变成了我们施工的变道 当时你本息也敬意过 相当多次也派人 派人也勘察过 多说马上处理 夏年还没下完 这个怎么说 你这个八八随家的时候 这个大家整个都是被冲毁的 然后是整个在八八重建的时候 这个茂林一号水亭附案 将近把整个这边都已经整理好 整个十二隆是将近有1.3公里 那还有一小段 没有完成的地段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们整个 住在部落的一个出口 可是呢 将了三年 八印了三年 会看了五次以上 水利局 水利局呢 河川局呢 都来会看过 可是呢 到现在没有看到任何的答案 这边是我们住户最多的地方 刚刚所看到的 这里就是出口 这里整个是我们的部落 这边是聚集蛮多的人的地方 他人刚刚没有做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 没有做的就是这个出口 这个住户是最密集的地方 既然他也不做 我说嘛 会看过好几次了 每次答应说要做 到现在都没有做 就是在这个地方 每次台风的时候 下来的时候呢 那个水几乎都是满到 把水下来的时候是 整个水都是从这边 进去到整个部落 这个房子几乎都是石头 到现在只有建议呢 这个地点 长远八十公尺而已呢 不要再推了 好不好 我们地震局啊 我们的水利局 不是地震局 我们的水利局 河川局呢 请你们用心一下 这八十公尺而已呢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呢 会整个淹没我们的 整个这个村庄的地方呢 你们居然不去处理 你看这个 反而应付呢 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用这个土堆呢 来去把它堆在这边而已 就不管了 其他的地方都不管了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石龙 就是从这个地方延伸 是1.3公里 就是这个围土 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地方 都不做 所以你现在总监委进册了 是不是要等下一次 有大灾害的时候 国家呢 再次的重新成立一个 呃 重建委员会呢 再并办理 现在很多重建委员会呢 呃 现在已经没有了 而且现在呢 有很多的赋案的工程呢 也是一样在做进行 我看各邻居的那个 我们的乡镇呢 都在做啊 我们的水利局 我们的河川局 你们到底 要推托到什么时候 你们到底商议 你们的决意到底是怎么样 为什么一直托到现在 没有办法去处理 请简单的说明 因为我的时间也很有限 徐利局还是河川局要回答这个案子 因为我们会看过照过五次以上 没有人到现在都没有处理 请你当回答 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唐元 那这个 左口锡的这一个护案 它的权责是第七河川局 那过去会看很多次 我们也有跟河川局这边 请他积极来赶办 那目前他确实是有做一个 旁边的土石堆砌的一个 简单的保护 那这个还是没有办法 完成整个旁边的一个护案工程 那我们是有跟议员 还有企业局这边有约 六月七号再重新办理一次会看 那我们希望说 企业局把后续的进度 再跟议员做一个说明 我对会看已经没有什么很大的期盼 你们只要告诉我 什么时候做就好了 太多次的会看 造成了对我们乡亲很多的期待 害得我们不知道 要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乡亲 每次乡亲好期待 说他们有会看 很快 我每次跟他们讲 很快就会做 很快就会做 拖了三年 会看是骗人的 所以你马上跟我讲说是 什么时候做 就好了 你们会看去会看 要不我对这个会看 已经没什么很大的期待 请坐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茂林温泉 产业示范区 在很多年前呢 很多 我们的多纳 自然野稀的温泉 我们的红尘峡谷 多纳神石温泉 以前开发的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 是我们南部最有名的一个温泉区 一年大概都可以涌进百万的人的旅客 也带动了我们周边的产业的一个发展 可是很可惜 在八八封灾后呢 全部都被破坏掉 从此各项产业一绝不振 去年在各个承办人员呢 业务人员的努力争取之下呢 茂林入选呢 温泉示范区有三年的计划 去年已经开始动工 可是你这个 我们这个茂林温泉区的地基 你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了 面积呢 占一公顷 非常非常的漂亮 可是你为什么是杂草重生 三年的计划 当中里面已经开始在做了 到现在你都是杂草重生 然后你不但杂草重生 你这个第一年在施工呢 完成的情形当中里面 你看看大家看到了 这个围墙呢 也倒了 这个房子呢 这个是铁皮屋 破烂不堪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 杂草重生为理 乱七八糟 这个也搞不清楚是什么 所以我说从上面的这个照片 就可以知道呢 这个工程呢 停滞太久了 整个杂草重生 没有维护管理 围里呢 倒塌呢 然后设备呢 身锈腐蚀 这个案子是三年的计划呢 要如何延续 没有间断的裁队啊 像这样的工程的情形 是像台北的巨大一样呢 成本会提高呢 然后呢 品质呢 也会抗力呢 这样的情形怎么办 就不能说是三年的计划 然后三年了以后呢 那这个计划怎么办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做 对不对 原先是中央的计划的经费是八千万 是不是八千万也变成六千万 六千万了以后呢 明明这么多 这么多破损的地方呢 又要使用那么多的 这个提高这么多的成本 你说本来是八千万 又变成六千万 如果像这样的情形的话 我们这个所期待的这个温泉的这个示范区 就不如我们所想象的所期待的 我是希望呢 这个温泉区呢 是我们园民会要做嘛 是你们有园民会做嘛 对不对 园民会要做的话 希望按照我们 我们当地的需求 而不是按照你们的规划 这个大家要互相尊重 所以这项很重要 请主委说明 请主委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唐议员 那跟议员报告 那这个部落 释放温泉的计划 是我们去年跟中央业民会争取的 它是一个六年的计划 那中央核定大概八千九百万的经费 那我们今年开始做 主要的 今年核定的经费是一千一百多万 那它主要的工作有三大项 第一个是景观跟水保的这个规划设计 什么时候开始做 我们已经发报了 发报了 八月中旬完成 那另外第二个部分是要完成这个开发的证明 那这个部分是有去分工给区工所 茂林区工所在执行 那第三个就是有关于体验泡脚池跟景观的 还有水保的工程师作 我们预计在十一月底以前要完工 这是今年的工作 那刚刚看到那个杂草那部分现在是因为现在在做发包工作嘛 那这个是由区工所去管理那刚刚我已经请同仁了 请区工所马上在现场这个工区去做一个整理 另外我补充报告的刚刚议员提到那个土地重测这部分 我跟议员补充 其实这三个区大概所需经费大概一百八十几万 那当时就是议员所提 没错就是从茂林万山包括多那这三个层次去做处理 那在前两个礼拜我跟黄机长有拜访过议员也协调过 那我本来是在上周要跟一江主委 中央一江主委做会面嘛 但是因为两方的市场上没办法安排 那我想在下周或是这两周内我在安排时间 我会把这样的一个需求提报中央 因为中央我想这是所有原住民地区 不管不是只有高雄市啦 就是说全国的原住民地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在谈原住民土地转型正义的时候 其实一江主委他在原住民保留地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其实也有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会再跟中央去争取 所以我们没有推托的意思 我们都分工很清楚 严明会筹做经费那地政局去做重测 专业的重测 好 以上说明 我们期待太久了 就是三年然后已经一年多的时间 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进度的时候 你相信都很紧张 到底是不是我们又被骗了 所以这个希望我们原民会的主委 这个进度你赶快让我们的乡亲 看得到我们的进度到底到哪里了 好 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 我上次有咨询过的一个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所有的高雄市真正的花园就在我们茂林 茂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大家看到了这个环状步道建制图 这是我们万山村 这个万山村在这边 然后从这个一山二线 这个是一山二线 这个是我们的多纳大桥 这是往多纳的路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多纳高吊桥就在这个地方 这是多纳大桥 这是我们的步道 高架步道 这个高架步道非常的漂亮 我们现在呢 还没有一个完成的这个建制图的环状 还没有完成 所有的还没有完成 就是这一段 希望我这一段呢 能够做一个规划 就是漫步云端 漫步云端呢 如果这个做好了之后呢 整个我们龙头山呢 就全部这个环状步道的这个建制图 就全部完成 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刚才有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多纳大桥 非常的漂亮 我们市长也到过我们这边来开幕的 这是我们的多纳高吊桥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它的旁边 在这个地方是龙头山 再过来就是舌头山 那这个地方呢 它上面是美雅谷 非常非常的漂亮 再过去是我们的 万山茂林的旧遗址 这整个环状步道里面 这个地方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可以说是我们所有 三个区里面的 整个景点最美的地方就在这边 等一下大家再看一下 刚才这个是桥 这个是高架步道 高架步道 也就是我们的小长城 这里呢 整个上面呢 去走这条 这个小长城非常的棒 也是刚好 也是在这个环状步道里面 这个是 走 就像万里长城一样 这边是我们的小 它是属称小长城 那这里是摆布舌头山 这就是刚刚我说的 如果说呢 我们这个漫步云端 这个天梯呢 如果坐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大家看到了这个叫做龙头山 这个龙头山呢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上面就叫做万夫埃 再过来这个地方就是舌头山 如果坐这个漫步云端 你天梯的时候呢 你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多纳桥 多纳高调桥 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舌头山 这个整个环状步道就完成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 可是呢 从上一届 从上一届我们的这个观光局的局长 我就提过了这个案子 可是呢 我们也会看过好几次 我们的那个 上次跟我们的那个 古众观光局的 还有我们的这个 茂馆处的呢 大家都都有去看过 大家也都会看过 会看过之后呢 大家都说 这个地方呢 如果景点再造空中浪断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呢 所以你本期 你在上次在会期的时候也提过了 上次四湖呢 我们的那个 观光局呢 茂馆处呢 我们的茂林区公所呢 还有我们本期呢 大家都也一起会看过 初步的那个规划 决议呢 就是希望规划 规划有四湖办理 规划会呢 有着两百万 工程经费呢 大概大约有四千万左右的经费 有茂馆处呢 还有 还有 筹款是由我们的市府来配合办理 其实这个经费不是很多 而我们茂林呢 没有办法种植任何的一些产业 我们只有靠观光 那这个温泉呢 就到目前为止 没有什么温泉 上次的观光局的局长 我也跟他提过了 好像在我们茂林 没有任何的这个 做任何的一个 让人家感觉到说是 有一个让人 让人期待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新的景点 昨天的新闻呢 大家都看到了 北桃园呢 今天开幕了 他们叫做一个 环转云梯啊 他们也做了一个 环转云梯 马家乡那个文化云梯 也做了一个琉璃桥 当时他们还没有规划的时候 我早就 这个规划呢 是三年前 我早就把这个 空中栏道这个漫步云端 早就给我们 观光局的局长说是 希望在茂林 能够做一个 我们的那个 空中栏道 再造一个 很好的一个景点 可是你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又换了一个 新的一个 观光局的局长 不晓得 上任的局长 有没有把这样的 这么重要的一个 观光的景点 在交办给你的时候呢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重新的规划 我希望我们的 观光局的局长呢 能够把上任的 那个我们的 所规划呢 能够延续下来 让我们的乡亲呢 有所期待 不要每次呢 呃 我们议员 一再的在这边 咨询提出 这么多 这么多的规划 然后呢 开完会了 就不了了之 开完会了 就算了 就没了 然后用个公文 回答你 没有经费 或是回答你 讲这个 然后换了一个局长 又换了另外一个脑袋 这个我们变成了 完全看不到 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那我们想要知道 我们 好 一三二仙也没人管 好不容易 我们想要 规划这样的一个空中 来到四千万而已呢 而且是可以跟我们的攻守 可以跟我们的冒管住 大家一起来统筹嘛 对不对 啊这个规划会呢 两百万 大家也都不愿意出 这样小小的 不是很多的机会 而且又可以营造 这么漂亮的一个 景点的时候呢 这个我相信市长一定 会愿意认同 这样的一个规划 这么美的地方 你不去给他营造 对不对 相信你做了以后 未来是你的功劳 未来是你 以后未来的回忆 哎我做过 曾经在哪里 做过这样这么美的东西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而不是说 啊 大家互相推 推给中央 中央说没经费 那当然永远没办法做 那我们的 对你们的期待在哪里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 观光局的局长 还有我们地震局的局长 水利局 河川局 我们的这个 呃 原民会的主委 哦 你们认真思考一下 我们茂林乡 的地方只有三个里 可是呢 这么多的 我说我们没有产业 我们要的是 温泉 还有这个 这些景点再造的话呢 希望大家都配合嘛 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嘛 那我们都会去呢 要的是一个 呃 世界 文化 文化世界馆嘛 我就像文物馆一样嘛 我相信市长也一定会认同 也愿意 我也想听听我们市长的意见 好 请市长回答 我们高雄市区的立法委员 我来跟 我来跟 我跟 请补仲主委 去找我们 呃 原民会 那我会跟他讨论 我们高雄市政府 跟原民会 跟中央交通部观光局 这个经费 我们愿意共同承担 呃 谢谢市长 这个土地的 呃 权益完全没有任何争议 大家都愿意做 所以这个 这个 呃 做这个空中栏道的话 没有任何的意见 还有我想听听市长 对我刚才所提的这个 那个 那个河川的附体 我请随意举这个部分 我跟第六河川举 我就这个我们应该来处理 好吗 对 这个基本上 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新世界 我想我大概请 是不是言民会 高雄有没有一个世界的场合 很适合的场合 那第一个 可以作为 未来我们都市原住民 在都市的原住民 聚会的场所 那最近我们跟那个 中央的言民会有讨论 说原住民的博物馆 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设在高雄 那大概这个部分 在跟中央讨论中 那我会觉得说 如果说未来有可能博物馆 设置在高雄 那我觉得应该把未来原住民 因为高雄是16组的原住民 是原住民之中 族群最多 文化最丰富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愿意跟他们讨论 如果有具体的情况 我再跟唐一言来报告 好吗 谢谢 请 请局长 有没有听到他的问题 有请局长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唐议员 刚刚市长已经跟议员这边回复 那这个部分当然是之前观光局也有跟议员 还有我们的古仲主委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茂林风景区 都有一起去茂管处 有一起去做会刊嘛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依照市长的指示 我们跟原民会 共同来争取中央的经费 当然这个总经费大概需要一亿多啦 那那个包括用地的部分 那那个包括用地的部分 对 是是我知道 我们会跟原民会来配合 我们会一起来努力 好 谢谢 谢谢唐议员的咨询 现在要介绍我们旁听席来到很多的贵宾 现在有小港国中家长会 有我们的会长梁会长所率领的小港国中家长会 还有澎湖白沙国中的同学们 也来到现场 我们现场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谢谢你们来高雄市议会 谢谢 休息十分钟